今天讲能够颠覆你三观的 倘若你能看懂并且误到里面的底层逻辑 那么你将会少走五年弯路 在这个社会上 但凡能够收获巨大财富的强者都深知坐庄思维 而许多从底层逆袭白手起家的富人也深知赐道 我可以这样说 懂得坐庄的人想收获财富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因为不管怎么样你都能赚钱 我举一个例子 就好比你是一家抓娃娃店铺的老板 那么不管顾客抓到了娃娃还是没抓到娃娃 那么你都能有收入 这才是最关键的 并且你还可以调节能抓到娃娃的概率 简单的说也就是设置游戏规则 今天我再告诉你三个社会上富人不投使用的坐庄思维 认真的看看 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 刚开始做局的时候要舍得投入 干预让别人在你的身上赚到钱 如果别人不能从你身上赚到钱 那么你这个局就是失败的 后期也就没有人会愿意和你一起玩 因为人性就是看中利益 前期你就需要让别人能从你的身上赚点 就好比你拉拢几个小伙伴一起做项目 那么你就需要让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收获 并且甘愿让他们先赚 这样就不愁后期你赚不到钱 第二 坐庄要有耐心 要敢于面对不确定性 没有一个老板刚上来就能赚到钱 都是需要时间的纯电 然后慢慢的就能发现收获财富的那一个点 不再去复制 去做的更大或者更多 你若是一上来就想着能够收获财富 那么我不建议你坐庄 因为坐庄就是要拥抱不确定性 坐庄就是要有耐心 这才是最关键的 可能前期你一直都没有收获 但只要你能耐下性子 那么后期你就会收获一个大的 第三 不要贪心 只赚去有财富 该收手时就要立马收手 我装最忌讳贪心 人心不足舍吞向 你越贪心那么你就会陷得越深 直到最后无法自拔 把之前赚的都搭上了 一个真正智慧的商人 只赚去有限的收益 人这一辈子赚多少 其实老天爷早就被你安排好了 不属于你的财富 你去强行去取 那么到头来只会是竹篮达水衣厂工 一定要敢于收手 哪怕这个过程很痛苦 不要被自己的欲望迷失了双眼 该走的时候就要果断离场 把钱赚到手里才是最关键的